中文字幕——YK 羊羊游世界 芝 风车之国 荷兰 欢迎收看荷兰旅游宝典 这里有高大的风车 美丽的玉琴虾 还有类型人的 美味奶酪 风车之国 荷兰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去荷兰吧 去荷兰找村长吧 这里根本没有荷兰的东西 村长说不定没去过荷兰 这个是荷兰的 这是太古的水果 这个呢 这是加拿大的枫叶 这个肯定是 别随便猜一双 一双鞋就说是荷兰的特产 懒洋洋没说错 这是荷兰著名的木鞋 荷兰的木鞋 看起来像一艘小船 这是荷兰的三宝的第一 荷兰我来了 荷兰是世界上风车最多的国家 以前人们利用风车灌溉和发电 现在则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荷兰是荷兰的三宝之一 我们来拍照吧 哪儿到底在哪儿 蓝鸣鸣 快来拍照 来了 没事吧 我的水 对不起 是我赶着去浇花没有看路 浇花 是啊 我家的玉镜香都快枯萎了 我们也来帮忙吧 这就是我家的玉镜香了 这是我的影片 因为我最喜欢玉镜香了 玉镜香是荷兰的国花 是荷兰的三宝之一 啊 你家也有风车 为什么不用风车混蛋呢 因为风车坏了 我不会修理 哦 别修风车都不会 你会吗 哪儿当然 我们也来帮忙 我们也来帮忙 我过来了 都是我的功劳 谢谢你们 挺好了 我还要找宝藏呢 宝藏 我有哦 这是一位老爷爷记得了 还说会有小羊过来拿 这一家大巴掌了 咱们鲜奶酪 饱饱呆 奶酪 哎呦 好 等等 奶酪要加热才能吃 终于知道奶酪了 别沮丧了 宝藏可以再找啊 风车之国荷兰的奶酪 太好吃了 大家知道 荷兰有哪三宝吗 荷兰有漂亮的风车 颜色鲜艳的玉京香 还有外形像小船的木鞋 荷兰的木鞋好漂亮 我也好想要 那么荷兰的木鞋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木鞋一般选择材质比较软的白杨木 或者柳木 选材以后 首先要造型 然后要塔罗光滑 最后就是上色了 这样子就完了 小朋友们 下次我们一起去格兰玩吧 风车之国就是荷兰 这里风景多么美丽 小小木鞋非常可爱 它们也是荷兰宝贝 转一转 转一转 风在吹 风车转 转一转 风车转 转一转 转一转 风车转 转一转 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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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车之国就是荷兰 这里风景多么美丽 小小木鞋非常可爱 它们也是荷兰宝贝 转一转 转一转 风在吹 风车转动 女景象多美丽 它就是荷兰国王 这首歌好听吗 我们下次再见啦 小小小小的歌 小小小的歌 中文字幕——YK